一来罗东有一间透天措二楼发生了火警 火势猛烈 而且还颇起到隔壁的透天措 结果民宅是一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 她居住的 她是诊所医师的母亲 后来呢 幸运逃出来 好 还好呢 只有亲吻枪伤 幸运逃生 北市三重河边北街在昨天晚间发生了枪击案 当时一名男子他的背部中弹 结果自行送医 由于先前这个地方呢 才发生了杂错车案 警方正在扩大的清查 而现在状况如何 赶快请张兆和告诉大家 三号晚间接近十二点 新北市三重河边北街发生了枪击案件 殊不了解这是一名男子走在路上时遭到扼杀埋伏 直接对他开了三枪 其中一枪是击中他的背部 造成他的背部出现了枪伤 最后伤者是没有打电话报案 反而是徒步走在路上 在紧急的拦下这台白车来求救 到了北市马街来送医 目前还在开刀治疗中 由于先前三重才发生了杂错车的事件 却在不到一小时之后 又发生了枪击案件 警方下部排除了这两件案子可能有相关联系 这台送他去医院的白车 驾驶说不认识他 但背后恐怕是有引擎 目前警方正在扩大调阅 要来查出到底是谁开枪外 两件案子到底有没有相关联系 南投的奥万大森林游乐区的吊桥 昨天发生一名两岁男童最强的意外 当时这个消防队花了20分钟才在西场找到男童 不过他的头部受到重创 全身有多处擦伤 当场没有生命迹象 抢救无效还是宣告死亡 让家属非常的悲痛 那么男童父亲他也还原当时状况 他说其实当时小儿子是被妈妈牵着 结果突然有一阵怪风给吹过来 然后小儿子就不小心往后跌倒了 妈妈手滑抓不住 小朋友就一屁股的撞向吊桥的防护网 才会发生意外 奥万大森林游乐区缠起起男童坠桥不至意外 那么男童领馆区就表示 其实为了配合检警的调查 那么现场吊桥已经拉起了封锁线 暂时封闭 也会将针对吊桥来进行安检 甚至已经通知了保险公司协助办理后续的相关事宜 那么其实来看到这一起呢 说到南投的奥万大 过去最多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这边可以欣赏到枫叶的美景 不过来看到近几年这个地方呢 因为很多人会深入这个内部的奥万大的吊桥 也成了不少游客慕名的景点 不过站在这个80公尺高的吊桥啊 据说仿佛是置身云端 不过呢 您想要看得到这个美景以体力要够好 因为步行来回就要花上五个小时 国民党总统参选韩国瑜 昨天一整天没有公开行程 不过呢 在网络上po出了一段影片 他在干什么呢 原来还在家里面洗衣服 详细状况 赶快请林彦佑告诉大家 韩国瑜为了抢青年票 他的青年政策将再射出第三支箭 他说呢 未来学生毕业之后呢 如果找不到工作可以看情况 而且呢 来申请还缴学贷 他说呢 在这个期间不必再缴利息跟本金 而国乘雇物团的教育组的召集人吴清津表示说 他们担心年轻人为了要还这个贷款 花太多时间来打工 反而没有办法专心念书 所以呢 才会推出学贷零利率 希望可以减轻年轻人的压力 不过对于这个学贷的议题 李嘉峰昨天在台中推出的加分讲堂 他说呢 万一学生出国不还学贷呢 政府就吞了吧 还是呢 反正几千亿都在浪费了 而对于之前 韩国瑜曾经喊出征服宇宙 李嘉峰他就加码说 如果宇宙没有办法征服 这个人才是草包 记得泰国在去年也有去少年足球队 受困在洞穴深处18天才获救吗 而这个泰北的睡美人洞封闭了一年多 最近重新开放 而开放当天 游客大排长龙大约是有两千人慕名而来 目前开放的是洞口 而当时搜救行动用到的一些设备 也留下来展示 睡美人洞的走长是超过了十公里 也是全球最难探索的洞穴之一 游客目前还不能够进到内部 当局表示呢 要确认路径安全之后 才能够让游客进去 再来看到日本有一位传奇的贵妇 她的人生比电影还要精彩 其实呢 她曾经嫁给印尼国父苏卡诺 而她在16岁那一年父亲去世了 于是呢 为了一间挑起了佳绩 她进到了高级夜总会当起的异计 19岁的时候 再凭着清晨的美貌 让印尼的总统一见钟情 迎娶回国 后来印尼发生了政变 她则是流亡到欧洲 从焦点来看到根据了解 清明党的党主席宋厨渝呢 她已经确定要代表清明党来参选 2020的总统大选 而政台相关人士已经接获了讯息 指出呢 宋厨渝为了清明党立委的选情 她决定要四度来参选总统 并且呢 她已经是评估自己参选 可以成为蓝银反海选民的出口 而现在中选会将在11月18到22号 受理总统候选人登记 一天宋厨渝正式登记宣布 那么2020确定了 将会有民进党的蔡英文 国民党的韩国瑜 还有清明党的宋厨渝三主人马 来进驻总统大位 不过来看到 现在有周刊报道说 宋厨渝在10月26号 已经跟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两个人私下会面了 来讨论合作的相关模式 对此王金平昨天表示说 他说那当天 确实在南部有参加这个几场的婚礼 没有见面 不过宋厨渝有没有征询副手的意思呢 王金平说也不能说没有啦 他说呢我们的确是有见过面 好再来看到是这个立委的选情 台北市第五选区中正万华区 现任立委林长佐 现在要拼连任 而蓝英派出的是林玉芳 另外一位徐立信 第一次当选议员 就要挑战选立委的任务 再来还包括新党的王炳忠 他要不要选呢 现在都还是未知数 不过就目前的战况来说 有机会出现萨卡度的情况